根据研究,世界上第一宗新冠病毒的病例是在2019年12月1日 当病毒开始被发现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一个病毒竟然会扩散到全世界 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况都会一时措手不及 当然大家最先想到的预防感染方法就是佩戴口罩 因为佩戴口罩可以减少感染病毒的几率 在一开始的时候市面上的口罩都是处于短缺的状态 到后来开始有很多不同品牌,不同种类的口罩出现 有些人会选择使用比较贵的医用口罩 又或者是三层式口罩,M95口罩,或者是布置口罩等等 这些口罩都会有不同的过滤功能和透气的程度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款来自中国 据说可以灭活新冠病毒的口罩 而且还可以重复使用高达60次 在刚推出的时候,肿瘤卵就已经突破了5亿次 欢迎来到丁丁 今天这个频道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一些知识 让大家在紧张压力的生活中带点轻松的气氛 同时领了极高学习 所以记得按下订阅 在去年的12月9日 有一间全名叫做安徽和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中国公司 召开了一场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他们宣布了即将向全球发布他们的新品 也就是新冠病毒灭活口罩 这间公司是在2015年所成立的 是专门研究和生产高端防护用品的制造商 有超过40条全自动生产线 除了在中国,他们所生产的防护口罩也售卖到其他国家 就比如美国、德国、巴西、加拿大、法国等等20多个国家 而且都受到了一致的好评 而这款他们在发布会上所发布的口罩 表面上看起来和普通的口罩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而比较明显的差别就是口罩的颜色都是红橘色的 但是它的颜色并不是特意去染出来的 而是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材料里面包含了有灭火功能的铜离子 在制作过程中将氧化铜的粉末加入花学纤维的材料 比普通的口罩多了铜的成分 而非常有趣的是铜在美国环境保护局 已经被注册为第一种可以抗菌的固体材料 而且也有研究发现 铜可以在3个小时内杀死高达99.8%的细菌 当新冠病毒接触到铜的时候就会分解的特别快 可以在几秒钟内就开始杀死细菌和病毒 根据新西兰进行的研究 也发现了新冠病毒只能在铜的表面上生存4个小时 而在塑料和不锈钢上竟然可以生存3天到9天 而这些病毒是会随着人所接触的表面传播给更多人 那如果用铜来制造平时大家最容易接触到的门把和一些表面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减慢甚至是停止细菌和疾病的传播呢 根据以上的这些研究 安任何子健康使用铜离子的原理来制作口罩 看起来也是合理的 而且还被称为是新冠病毒灭活口罩 除了具备一般口罩有的过滤功能 那这款口罩是不是真的可以灭活新冠病毒呢 在去年4月的时候 安慰何子健康就开始设计和研发这款高科技口罩 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将氧化铜无防部用在防护口罩中 他们所使用的原理就是当这个所谓的氧化铜离子 将到无防部里面 它就会开始杀灭附在口罩上的细菌或者是病毒 当它把这些细菌和病毒杀完了之后 其实这些铜离子还会存留在无防部的纤维里面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口罩可以重复使用的原因 甚至可以重复使用60次 而这个口罩的原理已经通过香港大学国家实验室的测试 在设计报告中也显示了含有氧化铜成分 确实是对新冠病毒有明显的灭活作用 据说就算有1万个病毒进入口罩表面 氧化铜在10分钟内就能杀完所有的病毒 灭活效果比普通口罩使用的布料高50-90% 就算口罩接触到空气多天后也不会有细菌产留在口罩上 也是跟一般我们所使用的口罩不一样的地方 不需要每天更换新的口罩 不但可以撒面病毒切断传播病毒给其他人 还可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非常地环保 除了可以撒面细菌 同理子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有帮助 可以促进毛细血管的生长 胶原蛋白的产生 还有造血作用等等的养生功能 而安徽盒子健康也是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研发 才制造出这一款可以灭活新冠病毒的口罩 这一款口罩一开始是以12元人民币卖出 也就是大约7令吉80仙 一款大约8令吉的口罩 是否真的可以达到灭活新冠病毒的功效呢 还是有很多人对这款口罩抱着怀疑的心态 而且在官网搜索这款口罩时 并没有看到所谓的新冠病毒灭活口罩的字眼 只是以含氧化酮过例式半面罩命名 而新冠病毒灭活口罩只是媒体用来宣传的手法 但是安徽盒子健康表示 他们已经得到国内外上市所需要的各种检验和注册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产品被明确的证实了 是可以杀灭新冠病毒的 采用的是世界顶尖的技术 除了新冠病毒也可以有效的灭活100多种病毒 细菌甚至是满虫 在淘宝等等一些平台已经被炒到很高的价格 值得表扬的是为了帮助印度抗疫 安徽盒子健康已降了30%的价格把口罩卖给印度 但是除了这款由安徽盒子健康所推出的口罩 之后也发现中国其实也有不少的公司 已经成功研发出了其他非烟灭活新冠病毒的口罩和科技 但是无论如何 这些口罩和科技只是我们预防感染新冠病毒的其中一个工具 最主要呢还是我们自身的防护意识 要不断的提醒自己 保护自己 也保护身边的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分享 并且得到一些知识 记得按赞关注与分享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关注与分享